昨天晚上在翻阅自己手机里的图片的时候 看到今年春天去西安拍摄的那些美食的照片图片 在北美的深夜里 居然是越看越饿 据说现在西安是国内的旅游热点的第一名 当然除了它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基点 比如说兵马俑呀 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博物馆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我相信西安的小吃肯定也是最吸引大家的原因之一 在我删掉手机的各种美食的图片之前 我想把这些美食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名就是西安最有名的肉夹馍 它被称为中式汉堡 肉夹馍是将腊汁肉加入切开的白积馍中 腊汁肉是用多种香料慢火炖煮 它非常的酥软 味道浓郁 白积馍呢 只是外皮酥脆 内部松软 吃起来外酥内嫩 这个肉呢 还有肥瘦两种共选 还有牛肉夹馍 豆腐夹馍等等 第二个呢 要介绍凉皮 西安 凉皮有米面 米面皮和面皮两种 通常呢 加入黄瓜丝 豆芽 面筋等配料 再配上蒜汁 芝麻酱 醋 辣椒 辣椒油等调料 口感爽滑 清凉可口 在夏天呢 再配上一瓶西安当地特产的冰封汽水 非常的享受 这个米皮 面皮呢 都是西安姑娘们的最爱 它这种种类呢 是由米皮 擀面皮 秦镇米皮 酿皮 麻酱 凉皮 等等 每一种呢 都在这个用料和口感上略有差异 第三个 就是西安著名的小吃之一 羊肉泡馍 大名鼎鼎的羊肉泡馍 这是一种由那个羊肉汤和掰碎的馍 就是这种饼啊 一起煮的经典小吃 食客们呢 需要自己将掰成小块的饼 再与羊肉粉丝等配料一起炖煮 当然也有牛肉泡馍 但是羊肉泡馍最为经典和美味 汤底浓郁 肉质鲜嫩 它这个馍吸足了汤汁 非常的美味可口 它这种吃法呢 讲究的是 这个吃客自己掰磨 你要那个根据掰的磨的大小呢 服务员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本地人还是游客 当然了 现在如果你赶时间或者没有这个兴趣自己掰磨的话呢 也有机器可以帮你把这个饼就是这个磨掰好 在冬天里呢 你这个吃上一碗泡馍加上粉丝 也是一大美食之一一种享受 第四个小吃我想介绍的就是西安的灌汤包子 西安的灌汤包子呢 它的特点是皮薄馅多 你吃的时候呢 先咬一小口 再吸出鲜美的肉汁 然后再吃掉整个包子 通常呢 你一定要配上陈醋和姜丝 非常的鲜香可口 它这个讲究是呢 这个皮薄乳脂 汤汁饱满 而且里边的汤汁呢 非常的烫 咬开的时候呢 要小心让它降一下温再吃掉 第五个 西安有名的小吃呢 就是胡辣汤 在西安的人都知道啊 胡辣汤基本分为两种 一种是河南胡辣汤 另外一种呢 就是当地回民做的胡辣汤 胡辣汤呢 它是一种热乎乎的 香气扑鼻的一种汤食 它主要是呢 西安人的早餐 它由牛肉 豆皮 粉条 木耳等材料熬制而成 然后加入了丰富的香料 味道偏辣 它带有非常浓厚的胡椒的味道 很开胃 在西安寒冷的冬天早晨呢 这是当地人必吃的早餐之一 另外一个我难以忘记的美食呢 就叫 静高 这个静应该是一个古体字 这个静应该是过去的蒸笼的一种 静高呢 它是以糯米和红枣为主料的甜点 但是西安人呢 也在早晨早餐中吃它 它的这个糯米呢 非常的软糯 红枣甜润 里边还有一层一层的豆子 口感层次丰富 很香甜 这个静高呢 早晨是切块售卖 你可以买五块钱 七块钱 十块钱的 根据你的价钱呢 它给你一块一块的 递给你一个盘子或者盒子 这个米高呢 看起来是红白相间 卖相很漂亮 另外一种泡膜呢 叫葫芦头泡膜 这个呢 和羊肉泡膜不一样 它类似于羊肉泡膜 但是葫芦头用的是猪大肠和猪肚 它的口味呢 同样是浓郁 汤底鲜美 但是呢 特有的猪肉香气 泡膜的过程呢 也需要自己掰膜和煮制 它的这个味道呢 是浓郁和独特的 应该是西安的特有的一种饮食 喜爱内脏类食品的时刻呢 不可错过 另外一个呢 还是水盆羊肉 这是一种以羊肉汤 清汤为主 汤底香气扑鼻 水盆羊肉呢 通常会配上发面饼 或者妥妥膜一起吃 它是一种饼啊 然后是味道清香 也是肉汤非常的浓郁可口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呢 加入辣酱或者香醋等调料 西安的面食呢 也是种类繁多 但是哨子面呢 是西安当地一种 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面食 它的颜色呢 是比较的偏红 酸辣开胃 爽滑筋道 它的名字源于哨子 哨子的意思呢 就是肉丁或者肉末制作的调料 哨子面的特点呢 是五色俱全 哨子面讲究的是 红黄白绿黑五种颜色 分别来自于辣椒油 鸡蛋黄 白面条 绿色蔬菜 一般用是菠菜或者豆角 以及木耳香菇等等 这种颜色的搭配呢 使得哨子面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另外呢 它是酸辣 是哨子面的灵魂 汤底常常加入醋和辣椒油 口味 口味呢 是又酸又辣 又鲜又香 也是特别适合在天气较冷的时候食用 当然了 现在西安的这些各种路边美食呢 成了当地人和游客们 天天都可以食用的食品了 另外一个特点呢 哨子面 就是它的面条呢 特别的筋道 爽滑 它各种各样的这个肉丁或者肉末 就是俗称的这个哨子呢 非常的鲜嫩 加上我们当地的各种用的蔬菜呢 层次很丰富 吃起来呢 比较有地方特色 还有一种面食呢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是和酪 和酪呢 吃的时候是需要加上一点芥末的 因为和酪的产量呢 本来就比较低 比较少 所以它的售价呢偏高 我记得以前去西安吃的时候呢 和酪给的还是原汁原味的这种 百分之百食材 现在呢 和酪里面就已经搭配上了不同的原料 不同的面质 所以说呢 应该是降低了它的成本 西安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味的小吃 这和西安丰富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有关系的 第一呢 西安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十三朝 朝代的都狱 包括周 秦 汉 唐 等等 你看西安的很多路名 很多街道的名字 就已经充分了表达了西安的悠久的历史文化 比如朱雀登访 罗马市 大明公路 等等等等 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呢 从它繁荣的汉唐文化延续下来的历史的辉煌的痕迹 使当时的首都长安损失了75%的人口 那应该是满城几乎都消亡殆尽了 言归正传 我们现在再说到西安的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 西安呢 也深受丝绸之路的影响 它是呢 因为是当年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西安 当年的长安吸引了各路商人旅客和工匠 这种国际化的背景呢 促成了饮食文化的丰富交流与创新 比如说西安现在非常大量使用的胡椒香料等等的 就是当年通过丝绸之路 通过当年的波斯 就是现在的伊朗 传入了中国 传入了当年的文化中心长安 这就大大了 丰富了当地食物的风味 西安呢 至今还有很多回族居民 他们就常年的居住在西安 历史呢 可以回溯到上千年 他们的饮食文化 也丰富了西安的美食版图 比如羊肉泡馍 灌汤包子等等小吃呢 就有明显的清真风味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早餐 胡辣汤就有两种 一种呢是河南 另外一种呢 就是回民他们做的 他们风味的胡辣汤 是用牛肉丸子或者羊肉丸子制作的 当然呢 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呢 它的气候也很适宜 土壤肥沃 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之一 这里呢 生产小麦 米 蔬菜 水果等丰富的农产品 为西安的小吃 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原材料 西安呢 也号称八百里秦川 它的确是一个不需要付出特别大努力 就能够基本保证年年丰收的地方 因为西安的地理位置呢 处于南北交界处 各种的食材口味在这里交融汇合 形成了既有北方小麦制品 比如说多种多样的面食 又有南方米制品 比如米皮 酿皮等独特的饮食结构 还有西安很多的小吃 都与地方风俗和节庆密切相关 比如敬高 哨子面 油茶 油茶也是我比较爱吃的早餐 这都是呢 大家在节日家庭聚会中 必不可少的食品 每逢节日呢 人们都会品尝这些美食 而且还会制作传承这些传统小吃 延续了小吃的多样性 而且呢 陕西人也很好客 逢年过节 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用小吃来招待 这呢 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更是人情的一种温暖表达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中原文化在西安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因此西安的饮食不仅继承了中原传统的风味 还在历史变迁中呢 融入了更多的多样性 西安的小吃呢 它非常讲究调料的使用和食材的搭配 比如凉皮中的蒜汁 醋 辣椒油 哨子面中的多样配菜 羊肉泡馍中的羊肉汤和它的各种骨头汤 这都显示了西安饮食对于丰富的独特理解 西安小吃它有朴实 厚重 味道浓郁 这些特点反映了西安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你要知道 西安的小吃 它是依赖在这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西安的小吃才会存在着丰富多样性 而又厚重 浓郁的特点 从手工制作的面点 到传统的各种各样的炖煮技法 这些小吃 这些美味都保留了古老的味道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你去西安吃它的各种小吃 吃它各种的著名的美食 其实你也是在吃它的地方风俗 你在品尝中国历史 特别是北方文化中所富含的丰富的历史精髓 它们都一点一滴的在食品中表露出来 好了 上次拍摄的各种各样的图片和视频 我今天终于可以把它删掉了 但是呢 我也希望下次的机票呢 回去的时候不要太贵 让我能够再回去品尝一下西安的美食 因为篇幅所限呢 其实还有很多美味小吃呢 我没有来得及介绍 但是这个你要看到 这个是西安的著名饮料 叫冰分汽水 这个西安人从小就喝的一种当地的饮料 夏天把它冰镇起来呢 配以各种各样的美食 是一种绝配 西安人没有不知道的 下次你去西安的时候呢 也欢迎你体验一下 冰分汽水的味道 初期节奏 请起座 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